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2年11月21日,星期五 这个视频有三方面的内容,跟大家讨论一下 第一方面的内容是关于俄乌冲突 第二方面的内容是关于欧洲的动荡 第三方面的内容是来自于美国的两个消息 好,首先是关于这个俄乌冲突 俄乌冲突呢,现在前线的炮火呢,不是很猛烈 主要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基础设施继续在进行攻击 据乌克兰方面呢,公布说呀 前两天不是乌克兰的总统说 他们的电力设施有30%都遭到了破坏吗 那么今天他们有公布说呀 现在这个数字上升到50%了 他们50%的电力设施受到了破坏 看来乌克兰呢,这个冬天会非常的难过 昨天的时候呢,乌克兰政府还说呢 已经有1400多个居民点 彻底没电了,没电,没水,没气,什么都没有 那么他全国其他的地方呢 就是一个村庄 破坏小组 他们要深入到俄罗斯控制的那些地区 俄罗斯管他叫后方 深入到俄罗斯的后方进行破坏 除了那四个地区以外呢 那四个并入俄罗斯的地区呢 自从这个周一也就是17号开始 一直到30号 北约正在进行核演习 那么俄罗斯前两天我跟大家说了哈 他们也派出来了两架战略轰炸机 在北约演习的那些地区呢 进行巡逻 也就是说呢 俄罗斯一点都不处阵 对北约的这个核演习的行为呢 给予了基本上差不多对等的这么一个针锋相对 从数量上呢 应该不对等 但是呢 从这个程度上来说 从性质上来说 应该说是对等的 那么你是核演习 我也是核演习 你能做到的事情我也能做到 所以呢 今天就传出来了消息 就在10月21号 俄罗斯时间10月21号 那美国的时间呢 应该是10月20号的夜间 俄罗斯的国防部长少女谷 和美国的国防部长 那个黑人奥斯丁 他们两个呢进行了通话 说这是俄乌冲突 以来他们两个的第二次通话了 那么这个通话呢 说他们主要是讨论两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呢 是国际局势 第二个方面呢 是乌克兰局势 那么美国方面呢 奥斯丁就表示说呢 美国会继续给乌克兰供应武器 但是呢 这个继续供应武器能供应多久 其实就难说了 我昨天已经说了哈 共和党众议院的党魁已经明确的表示 说中期选业以后 共和党如果夺回来了 他都没说如果啊 他就说中期选举以后 共和党夺回众议院和参议院之后呢 马上会叫停或者冻结 对乌克兰的军援 就这个党魁呢 他都没有用如果这两个字 他的信心是满满的 他觉得中期选举 共和党一定会赢 那么民主党那边现在呢 已经没有信心了哈 关于他们这个选举的这个一会儿呢 我还会在第三方面的内容跟大家讨论 现在呢 我们就是讨论这个俄乌局势 那么这两个国防部长呢 他们讨论了国际局势和乌克兰的局势 关于国际局势呢 我没有看到有报道 但是呢 我们能够想象出来 他讨论的就是呢 现在所牵扯到的 因为对俄罗斯的制裁 所造成的这些能源危机 以及俄乌热战的一个蔓延 那么俄乌热战的蔓延 前一段时间呢 就是美国为首的西方 对乌克兰的这个军援 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 俄罗斯对乌克兰基础设施的这个攻击 乌克兰不断的放出来这个消息 说俄罗斯呢 除了用高精准的导弹进行攻击以外 还使用了无人机 并且呢 特意点出来 这些无人机呢 是伊朗所提供的 那么今天 美国的国防部的发言人 以及美国的白宫国安委员会的发言人 分别都对伊朗为俄罗斯提供无人机 这事呢 做了表态 他们呢 就是肯定说 伊朗就是给俄罗斯提供了无人机 说伊朗不仅给俄罗斯提供了无人机 说伊朗现在呢 还派出了培训人员到克里米亚 去亲自培训和指导俄罗斯来使用他们的无人机 并且美国表示说呢 因为之前俄罗斯也好 还是伊朗也好呢 都予以否认了这件事情 俄罗斯就说呢 没有使用过外来的无人机 伊朗也表示呢 没有给俄罗斯提供无人机 那美国的五角大楼和白宫呢 发言人呢 就表示说 美国对这件事情呢 绝不会是轻的惩罚和处理啊 表示对伊朗呢 一定要给他严重的制裁 我都有点不明白 对伊朗的制裁还有死角吗 要对伊朗进行制裁 哎呀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这个俄乌冲突 你美国西方都可以给乌克兰提供武器 怎么这伊朗就不可以给俄罗斯提供呢 是不是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不是明摆着的就是 只准州官放火 不准百姓点灯吗 就拿着这个制裁的大棒 那人权在哪里 你再继续制裁的话 你只能是对伊朗进行民生方面的那种封锁了 而事实上现在呢 美国已经对伊朗的民生方面进行封锁了 伊朗的社会是缺医少药的 美国就连医药都对他们进行封锁 这是人权吗 对不对 这是公平吗 这是平等吗 我刚才已经说了啊 美国的共和党众议院的领袖已经表态了 中期选举以后呢 要终止对乌克兰的军援 如果这个发生的话 那这个局势呢就逆转了 不知道是不是呢 对此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啊 还是怎么样 今天我还看到有报道说呢 意大利的前总理 他就出来说 他说这个欧冲突呢 实际上他不愿普京 他就是有前因后果的 他就是美国和北约都没有处理好 这场战事呢 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那么这个观点呢 其实也并不新鲜 对吧 自从欧冲突开始以来 有很多的专家都认识到这个问题 其实都不用专家 有很多的普通人 就像我这样的人都认识到这个问题啊 如果你美国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你明确告诉说 乌克兰不会加入北约 我们不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 那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啊 对不对 我一直在说 为什么美国说 他遇见了这场战事的发生 其实并不是美国遇见了 这场战事的发生 而是这件事情的开关 他就是在美国的手里掌握 这个打火机或者点火器 就在美国的手里握着呀 俄罗斯那会儿就给美国发了一个封信 对不对 要求他来回复 那就相当于这场战争的点火器 如果你明确的答复俄罗斯说 乌克兰绝对不能加入北约 那这场战争就不会发生 但是美国选择了相反 他拒绝来回应俄罗斯 相反的他告诉乌克兰 加入不加入北约是你自己的事 申请不申请加入北约是乌克兰自己的事 接受不接受那是乌克兰的事吗 美国就等于说给乌克兰一希望 同时呢把俄罗斯的希望完全浇灭 那这个军事行动就发生了吗 有一些中国人呢 他们就不明白 说为什么你们会去支持一个侵略者 他这事呢 不是简单的用侵略者三个字 可以给他定性的 他没有那么简单 中国政府也一直说呢 我们要去看他的历史经纬 实际上他比我刚才所说的这些 还要复杂的多 所有的这些都是美国逼的 现在美国如果继续逼下去的话呢 这眼瞅着这个战争就外延了 已经要成为一个世界大战了 再逼下去 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核大战了 现在我们都希望 共和党能在美国这个中期选举当中能够胜出 如果他胜出的话 按照他众议院的那个党魁所说的 停止对乌克兰的军援的话 那这事呢 可能就能够画上一个终止符 好 这是欧乌冲突 现在我们再来说一下欧洲的情况 昨天我就跟大家说了哈 就是欧盟了 说到欧洲现在还包括英国 但是呢 我们说的是欧盟 欧盟27个国家呢 在前两天 他们开了入冬之前的最后一次峰会 在这一次峰会上 他们主要是讨论了对俄罗斯天然气的限价的问题 那么他们的意见呢 是非常的分歧的 现在呢 有更多的细节就出来了 说是呢 他们开了11个小时的会 11个小时啊 上一天班是8个小时 然后呢 他们又加班加了3个小时 吵了11个小时 吵了11个小时没有结果 说是会完了以后呢 还在吵 现在还在吵 他们就分成了两个阵营 一个阵营是同意 一个阵营是不同意吗 昨天我就说了 有14个国家是同意的 有13个国家是不同意的 那么同意的那个阵营呢 就包括法国 包括意大利 包括西班牙 包括波兰 这四个国家带头 那么不同意呢 就包括德国 包括荷兰 还包括丹曼 我们现在就能够看到啊 法国意大利 也西班牙和波兰 这四个国家有什么特点啊 法国意大利 西班牙都是欧洲南边的国家 对吧 他们离俄罗斯比较远 他们用的能源呢 是来自于海上 那么波兰是离俄罗斯比较近的 但是波兰你别忘了 就在那个海底的北溪被炸的第二天 26号被炸 27号的时候 波兰就和挪威宣布他们那个海底的天然气的管道开通 还记得吗 就说波兰他现在啊 他发电呢 他用美 然后呢 他天然气呢 来自于挪威 所以他基本上呢 就不止着俄罗斯 西班牙 意大利 还有法国呢 法国的天然气 主要是来自于这个西班牙 西班牙 天然气呢 就有两部分 一部分来自于海上的船 另外一部分来自于阿尔及利亚 非洲 那么意大利呢 也是 所以呢 他们这四个国家的情况呢 就是他不止着俄罗斯 而其他的国家呢 他就止着俄罗斯 所以呢 他们的情况不同 他们的立场就不同 但是我昨天说了 就算是同意的那些国家呢 他们也很担心 他们很担心 他们担心 如果是对俄罗斯限价的话 俄罗斯是一定不会给他 按照他们的价格给他供应的 是不可能的 那么他们的液化天然气从哪来 从哪来呢 从阿尔及利亚远远不够啊 那么还有来自于美国 还有来自于中国转卖的那些 液化天然气 说他们一限价的时候呢 说这些液化天然气 由船来供应的 有可能这些船掉头 就开往了日本和韩国 说日本和韩国现在呢 他们的能源其实呢 也很紧张 他们的天然气也是不够用的 这是欧洲的媒体报道的啊 为什么说对俄罗斯一限价 还影响上这些呢 那他们这个限价可能是 对其他的来源 也是有作用的 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中国 本来是转卖给欧洲的那些天然气呢 中国说不卖了 当然中国是说我们自己要用 不卖给你们了 但事实上呢 与这个价格是有关的 同时现在欧盟呢 还在给德国施压 给德国施什么压呢 欧洲说德国和中国的来往太密切 说德国允许中国使用德国的汉堡港 欧洲呢是反对的 要求德国停止让中国使用德国的汉堡港 但是呢 看来德国应该是不会同意 德国的总理朔尔茨 下个月初的时候还要到中国来访问 这个消息呢 今天朔尔茨本人向外公布了 这次就看这个德国能不能顶住欧盟的压力了 德国真的是让美国给害得很惨 很惨 费那么大的劲 修的那个北溪一号北溪二号 现在全部都化为乌有了 虽然说北溪二号的B线还可以用 但是呢 迫于美国的压力 迫于欧洲的压力都不敢用 到中国来干嘛呀 我想呢 让中国还继续转败给他们的天然气 应该是一项内容 回头我们就看 就这个访问完了以后 那个天然气会不会恢复对欧洲的供应 毕竟中国用不完的 今天沙特的能源部长和中国的能源部长 还签了一个协议 说是呢 首要的大事就是保障对中国能源的供应 对中国能源的供应稳定 世界能源市场才能稳定 世界能源市场稳定了 世界上的市场才能稳定 那么今天呢 还有一个消息就是 意大利新当选的这个女总理啊 今天宣布组阁已经完成 说他新组的这些内阁呢 全部都是他意大利兄弟党的成员 西方的这种民主体制呢 就有两种形式 一种就是内阁制 间接选举 民众呢 就选这个政党 然后政党决定 他们的党魁是谁 党魁是谁 国家领导人就是谁 另外一种呢 就像美国那样的直选 长期以来的这种内阁制呢 就饱受这个诟病 就觉得他这个政府啊 他不稳 比如说英国的首相 英国的前首相 Boris Johnson 就是那金毛 他之前的时候呢 都被他的这个保守党 投了不信任票 逼他辞职 完了他就辞职了 现在呢 他们这个首相 刚干了一个多月 就被迫辞职了 他们这种政府呢 是非常不稳定的 你政权都不稳定 你国家怎么可能稳定呢 对吧 今天我还看到呢 就是英国有一个媒体 在英国非常有影响的 这个经济学人这个媒体 他们就发了一个漫画 这个漫画呢 就是这个特拉斯 一手呢 就拿一个叉子 上面呢 就卷了一坨 那个意大利面 另外一只手呢 就拿了一个盾牌 还缺一言的一个 意大利披萨 漫画的说明呢 就说 现在英国呢 让这个倒霉娘们给搞的 搞成了意大利了 为什么说搞成意大利呢 因为呢 他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呢 政局动荡混乱 第二是经济增长乏力 说这个是意大利的特点 所以呢 现在英国就仿佛是一个意大利 他们还给他起一个名叫 英大利 英文呢 叫布里太雷 在意大利这个英文单词的前面 加上英国前面的两个字母 或者是英国的那个缩写的 那人家意大利 立马就不干了 说你们去攻击 你们的这个首相啊 你就评论你自己糟糕 你就说你自己糟糕就行了 为什么你还说你们糟糕 和意大利相似呢 还拉着人意大利呢 知道吗 欧洲人真是特别的逗 特别好攻击别人 对自己政府不满 还要去拉着人家意大利 好 这是欧洲的情况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美国 美国拜登现在呢 就特别的糗 拜登除了就是老说错话呀 忘记了说什么呀 忘记了干什么呀 忘记了到哪去呀 或者讲了讲的话 突然就走开了呀 就那种老年痴呆的那个症状呢 越来越严重 那拜登的夫人吉尔呢 在前几天的时候就开始 跟美国的这个白宫的工作人员发飙 他就认为呢 他们或者是没有保护好他老公 或者是呢 他有点认为这个白宫有的时候 还给他下套或者放任他出丑 今天我还看到啊 就这个吉尔他出来说呀 他宣布说呢 这个拜登2024年会出来竞选总统 而且呢 他说他坚决支持拜登2024年出来竞选总统 感觉好像这个吉尔是拜登的一个发言人似的 我们可以想象出来就这个吉尔啊 他在以前他肯定没少在背后来对这个拜登啊 指手挂脚 现在他都走到前台来了 啊 由垂帘听证撤了帘子走到前台来了 那拜登呢 今天又特别是丑 记者呢 今天人家明确人就又说 说现在是不是民主党的这些候选人都在跟你切割呀 人家是不是都在跟你保持距离呀 因为他们选举的时候呢 这个总统呢 一般的来说会被叫去助选的 那个安倍怎么死的 安倍就是帮助议员去助选 因为安保工作做的不好 然后被刺杀了嘛 那拜登他也会去助选 那现在拜登的这种情况支持率就特别的低 还老出状况 帮不了忙呢 尽是帮倒忙 所以现在呢 民主党有好多的那个参选的议员呢 就不让他去 不仅不邀请他去 而且呢 就保持距离 人们都发现了这个情况了 所以今天有一个记者呢 就把这话就挑明了 就问他这事 结果呢 拜登就大光起火 然后呢 就质问了记者 他说 孩子你错了 孩子你好好数一数 你数一数 是没有人请我吗 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15个议员请我去助选的 15个议员 你如果不了解情况的话呢 你听他的口气 你还以为挺多的呢 你知道这个民主党现在参选的人 一共有多少吗 一共有490个 490个人参选 只有15个人 邀请他去助选 你想想看 是不是人们都躲着他 很显然人们都躲着他 因为你进帮倒忙啊 干嘛叫你去啊 我们在联系共和党的 那个众议院的党魁 他很有信心的说 11月以后啊 我们就停止对乌克兰的志愿 他都不用如果两个字 他说很有信心 那现在呢 也确实是 共和党的势头呢 比民主党要强劲一些 尤其是共和党里面 有号召力很强的这个川普 那么说到川普呢 今天我们就要说了 拜登他们呢 就民主党这边 这段时间以来 不断的对川普进行攻击 对吧 那么川普的一个大幕僚 他叫班奴 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 因为他是一个疯狂的 非常极端的一个反华分子 狂的不得了 国会传他去作证的时候 他都不去 今天呢 法院宣布判了他四个月 就是因为他藐视国会 判四个月 前两天国会不是决定了吗 说他们要对川普发船票 可以对川普发船票 有人分析说 如果对川普发船票的话 川普有可能不去 那川普如果不去的话 结果就会和班奴一样啊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判了这个班奴 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是敲山震火 吓唬这个川普的 你从这些你就看呢 这个民主党这边 所使用的这些极端的手段 川普在台的时候 他就没有使用这些手段 川普在台的时候 大选之前 川普就觉得他是胜券在握 民主党为什么使用这些手段 就是因为他觉得 好像这个大选有点悬 有的人问我说 班奴被判了 郭文贵会不会被判 郭文贵和班奴的情况啊 虽然他们是一秋之鹤 但是他跟他情况不一样嘛 郭文贵是美国 可以用来攻击中国的一个 很有用的一个棋子 美国其实呢 对郭文贵也挺讨厌的 尤其是民主党这边 十有八九呢 郭文贵啊 美国还是不会动他 因为动他也没有意义 动他对帮助大选 有帮助吗 没有啊 对吧 对打击中国有帮助吗 还是负面的作用 那是负面的作用啊 还有那小妖精叫什么来着 所谓的科学家 估计美国呢 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动他 这些人呢 在美国那儿都有利用价值 所以呢 应该是不会动他们 如果说动的话呢 那就是中国和他之间 如果能够进行交换的话 有可能 现在来说 可能性不太大 而且呢 他们也比较小心 他们也不去触犯这个法律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